在日本东京的六本屋 有这样一家专门制作江湖式天妇罗的家庭式餐厅 叫做天妇罗卫教 迎面走来的这位是森 他的祖父在90年前创办了这家店 他现在是在为家族企业打工 这时候天妇罗主厨池谷先生也到达店内 这家店的厨师有三位 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主厨池谷先生在这里工作了58年了 他是京都人 他在倒完油以后开始筛面粉 他说面粉过筛以后会变得更加细腻 今天午餐用的海鲜油牡蛎 胡瓜鱼 青蛮 池谷先生在认真地处理这些海鲜 天妇罗里面最常用的虾也要每只做一下处理 这样炸锅才不会弯曲 电饭包里面的米也已经蒸熟 这家店一直使用来自白川的大米 这种大米光泽度高 而且粘性很强 越嚼越有甜味和鲜味 中午营业时间到了 客人已经开始上门 池谷先生测试过油温以后 不急不忙地开始炸下 茄子 黄瓜等食材 池谷先生使用的油是麻油和菜籽油的混合油 是使用低温压榨法制成的 他说用这种油来做天妇罗 味道更香更脆 蔬菜方面也是坚持使用神奈川的自家农场生产的无农药蔬菜 这样厨房里一个负责煎炸 一个负责调味和装盘 不一会儿就给客人端上桌了 别看都是70到80岁的老人 手脚麻里丝毫不输年轻人 午餐结束以后 厨师们也没闲着 开始收拾整理厨房 为晚餐做起准备 终于到了午餐时间 一碗白饭 几块炙烤的钓鱼老板森先生和几位大厨开心地吃起来